平川 说冷静 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对抗 由兽族大战亡灵 希望大家喜欢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Digit 潮汐神殿 出身在地图 左上角是蓝色的兽族ID 叫钱凯凯 那钱凯凯最初的话是用亡灵的 后面转了兽族 他的打法非常的具有个人特点 也是被俗称为打的相当的阳光 这个阳光叫打引号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右下角 红色的亡灵ID 叫积极猫 其实就是我们国内之前的亡灵选手TBC TBC的话是在2018年左右好像退役了 没怎么打比赛 最近的话没事也会玩一玩 好 TBC的个人特点是他非常喜欢打大后期 出冰龙 有意思 好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这边TBC 开局的话首发的是DK 放下第二个通灵塔 还是偏狗流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小凯这边 小凯首发的是剑圣 战争魔法很早就放了 兵营 我们看看会不会会放 一般还是会放一下吧 毕竟前进还是要出点猎头 好 还是先升本 再出兵营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双方的一个比拼了 受阻 手发剑圣 拿光看性 光看体验还是很不错 剑圣 展道具 展好神装 看天看地 好 剑圣来了 家里的话没有第一时间放商店 所以剑圣去外面的话 续号能力不是特别的强 这里DK也是拉出小狗过来 双方的话要得真抢这个四二的海龟吗 来了 上来先把一个小螃蟹干掉 找两个骷髅 剑圣开了个急功步过来想抢 好 我们看一下 鹿死谁手 经验值 传备 全部被这个DK给抢掉了 DK打了个隐身斗篷 诶 我还能隐个身 等你砍的差不多 我一发C又C回来 隐身斗篷真的是永远的神啊 好 剑圣 那也没有说一无所获 也是抢到了一个二级的海龟 DK随时隐身 剑圣我也有急功步 那双方的话 你赢我赢 大家赢 好 接下来要开始争抢第二个点了 开局 双方对于每个小点的争夺也是相当的激烈 诶 我们注意到剑圣的名字非常吉利 叫卡金德 反过来就是德金卡 感觉比那个又输了好一点点 好 剑圣又想过来抢 那DK隐个身 软筋干抢 我就C 好 这个二级海龟要不要抢 剑圣好还是心很大 他想抢这个四级的海龟 小海龟 我不想抢 DK的话 我用骷髅卡个位置 健身 我想砍这个小狗 我一发CC回来 这里终究还是砍掉一个 海龟 还是被DK给拿到 又是一个隐身斗篷 可惜隐身斗篷两个 还不如一个 还是扔掉一个吧 卖掉 赚点钱 科技情况 亡灵二本 剩了一点点 受足的话 科技明显就更快了 好 亡灵 两个都卖掉吗 这前期这两个为你作用多大呀 两个都卖掉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受足的话 也开始出猎头了 猎头有了 健身练就会稍微的舒服一点 说实话 目前的健身也不太能扛 猎头也不太能扛 所以要愤狂的拉扯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亡灵 双线练一下分矿 那DK的话 两个通灵棒 居然没有买仪式匕首 好 健身现在家里有没有造商店 有商店 暂时并没有去采购道具 接下来看看要练中间吗 还是去抓对方练集 DK练完这一波 马上是二级半 家里看一下 二本的话即将生好 补了一个坟场 TBC这名亡灵选手就打得非常非常的冷静 很喜欢打大后期 一点也不着急 不慌不忙 健身 这很急性 你要是DK过来甩一发C 那你肯定就没了 健身 富贵险中求 大篮到手 一打到赶紧撤 现在的兽足健身 确实只能这么玩 疯狂的打道具 亡灵也是过来整一下中间的一个商店 DK现在暂时没有比较理想的道具 这个攻速手套 目前来看亡灵选手中 Happy是最喜欢这个道具的 这里朝阅卖掉 冲通卖掉 前期我装备啥也不要 我就速升科技 升个300 后面出冰龙丸 好 这里二本身好直接跳300 二发的是一个乌妖 DK这里的话也是练到了三级 好 受阻二发的一个小歪 说实话 小歪还是比较的凶 尤其是小歪如果一技能升的是妖术 但这里升的是治疗波 健身猎头都不太能扛 所以只能靠治疗波哪一口 哎 亡灵来了啊 三级的DK过来了 那这个时候一发CA一下一发C 带着一个小骨弓 兽足被迫打断自己的链接节奏 过来防守一下 小歪一技能升的并不是妖术 所以并没有什么居之能力啊 只能够被动防守 好 我们看一下 就在你旁边晃 小狗先拉回去作用不大 来了来了 杀了个回马枪 哦 小歪反应很快 第一时间来了一口 骷髅去追杀一下 DK的话现在走位小心一点 我还是怕剑射还有猎头戳一发 打的就是长期 哇 巴地去 雷又一发C 哇 又带走一个猎头 DK到3这个节奏是相当的舒服啊 好 受阻赶紧 药膏贴一贴 哎 要开矿了 这个矿开的也是相当的早啊 三本一号直接开矿 那TBC也是一个前期不怎么出兵的 玩玩这个选手 所以呢 小K小小凯的话不着急 我先开个矿 慢慢和你玩 这个时候要往里要等三本了啊 三本一号就过来进攻 我们看一下这里 诶 诅咒神殿安排好了啊 后面骷髅法师 一定要出 骷髅法师这个兵 到后期是真的巧啊 他可以给自己的兵 自己的英雄加狂热 也可以给对方上残废 还能招酷柔 真的是跟英雄一样啊 太强了 来了 目前亡灵 我就是守着你 不让你练得那么开心 时不时给你来一把ZA 关键是个剑圣到了三级啊 剑圣到了三级 目前的装备还可以 是吧 一鸣鞋 一贵族偷还 哇 这两刀把这个巫妖给跳掉了 刚宽你这个装备啊 果然不负众望 这一波亡灵有点伤啊 本来想偷偷的 哇 耗点便宜 没想到把自己一个英雄给耗美了 DK刚才的话 没有C啊 现在才70 75才有一发C 好 不着急 慢慢的复活 这边的话 哎 还出了一个吃失礼的嘛 那后面恢复能力会比较强啊 这个作战单位 小狗 还有这个胖子啊 都能吃 周祖 分框开好 可以的 现在双框运营 还有三倍 剑圣 买好电球 接下来可以继续去练极了 有条件 再出个三英雄 说老牛 这里乌妖 哎呀 终于走出来了 那三倍之后 可以尝试进攻一下 后面 哎 这里我们居然还没有看见 我们熟悉的一个买骨地 啊 一个通灵师 够了啊 加款热 这边继续练吧 乌妖的话 看有没有机会练到三 三极之后 这个进攻能力 还是比较的猛 受阻 哎 过来抓练极了 看一下有没有练一下 这个地精实验室 那没有的话 我自己把它给练了 来了 一看 嗯 没有 赶紧练 这里运气不错啊 可以搞个有不错的装备 看一下 TBC这里的话 好 练一下自己门口的744 这个狂热一家 乌妖 这个攻击的速度 是相当的快啊 但也有一个负面效果 就是他会自己掉血啊 持续的掉血 这个血掉的也是很慢 好 打了个大雪 这里我们看一下 兽卒这里打了一个 什么好的道具 哇 魁靴 Nice 剑圣 给小Y稍微交换一下 剑圣 开启啊 神砖要开始了 神砖剑圣 魁靴 加六命捷 哎 王林 狂狗生好 过来杀瘾的猎头 这里哇 小狗是真的脆啊 剑圣 砍瓜切散 好 这个时候砍这个无妖了 哎 一发碎 赶紧抬回来 把他们急起来 往后拉扯一下 这里要三发一个小黑 限制一下 你这个剑圣 或者是小Y 一技能 伸的还是一个 库尔剑 那还是杀猎头 这个打法 双方开始正面站路 39 打40人口 双方人口差不多 好 突然直接上了一个残废 哇哟 小Y一丝的血 好 剑圣 递了一个无敌过去 非常的极限啊 这个残废的技能 也是非常的凶 残废一加 你基本上什么 攻击速度 移动速度 纷纷都要降低 哟 小Y 给地方打了一下 剑圣看 哎呦 残废跑得非常的慢啊 移动速度 攻击速度 攻击力也降低 直接秒掉 哇 不得不说啊 TBC对这个游戏的理解 确实不同寻常 他这个大后期的打法 也是非常的有趣 这三级剑圣 你有魁蝎是吧 我直接给你上个残废 来残废之后 你攻击速度 移动速度 甚至攻击力啊 全面降低 然后三英雄 给你来一发 直接倒下 剑圣倒下 哇 关键时刻剑圣倒下 这个分框可能会保不住 这骷髅法师 真的是MVP 我们看一下 家里的话 亡灵现在好 继续出骷髅法师 还有这个狂狗 这个时候剑圣不在 分框能不能保住 剑圣买活买活 赶紧补个状态 这里的话 地洞被拆 骷髅一个一个站起来 亡灵的部队会越打越多 两个盒子 看看毁灭形态 有没有比较好 关键时候 飘起来 BK可以塞一下 现在两个英雄 全部加了狂热 攻击速度 那是相当的快啊 你看这 这 乌鸯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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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跟那个机关枪一样 那分框 直接要被拆了 这个时候继续练 这里打了一个什么好的道具 力量加6 可以给牛头 群补 那剑圣找机会 继续开矿 把BK744给炼掉 接下来 亡灵要过来拆你的主基地了 不过主基地已经升好了城防 地洞防守一波 如果有条件 可以再升个尖刺障碍 哇 尖刺障碍这个优先级有点低啊 发木机器人倒下 这一波 哇 亡灵这一波很强势 能守住吗 看一下 靠地洞 小苦工赶紧钻地洞 三英雄 全部加捆热 剑圣上来 哎 高顾了伤害啊 你们一刀就给解决 再补一刀 剑圣过来 直接给你上残废 上个残废 跑的是真的慢啊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在双方阵型调整好战路 39大44 亡灵人口稍微领先一丢丢 牛头还没有到啊 暂时没有踩地板 小歪 现在二级治疗波 疯狂的奶 剑圣 身上有残废 这个输出是真的抠脚啊 虽然说 已经有省庄了啊 输出估计还不如裸装的 来了来了 上来 赶紧把骷髅给处理一下 好 再把盒子给砍掉 看一下牛头什么时候能到 二 二级之后 牛踩地板 就有一定的劝退的能力了 现在亡灵 三英雄 冰甲狂热 全部加起来 好 再砍你的盒子 现在杀狗 骷髅不太好打 这里亡灵 很强 兽子得往后拉扯一下 老牛到二级了 踩踩踩踩踩 能不能杀英雄 这枪没踩到 DK跑掉了 哎呀 一级的踩 这个范围太小了啊 没有踩到这个DK DK有兵甲各种卖血 后面两个英雄 到疯狂打输出 祸 受阻打完这一波 猎头几乎死完了啊 中间截对方的一个 骷髅法师 健身 这有加九的公爪 加魁靴 这一家敏三的鞋 这个道具 按道理是非常不错了啊 但是遇见 哇 这个 偷灵师 骷髅法师 给你上个残废 真的是没有道理 这个角 受阻状态不好 继续过来 这边亡灵是没有盒子的 估计不太行 好一发C 赶紧把巫妖给C回来 冰甲套套起来 进化掉 哇 巫妖倒下 那亡灵估计要走了啊 这里赚你一个便宜 我就走 然后补个状态 这里盒子盒子 看能不能砍掉 亡灵赶紧交鸡屁 好 最后的话 还是靠受阻三英雄 疯狂的打输出 终于把亡灵给打回去了 但现在受阻 巨大劣势了呀 分框被拆了一次 哇 应该这小苦工 刚才运营起来 有点乱了 赶紧赶紧分配好 亡灵家里 我们看一下 TBC 熟悉的节奏 又来了啊 冰龙 再加上个 室家 加上个狂热 那更加不得了了 刚才是三英雄狂热 后面再加冰龙狂热 冰龙的话 每喷一次 就像一次 Nova 一样捡你的素 接下来就看一下 剑胜怎么玩了啊 剑胜按道理 这已经是神装了 看一下 好 继续买迷你基地 富贵险中求 我再开个矿 好 七级海龟 再一次练掉 剑胜189的跳P了 输出是越来越高 小歪这里 双头环 还是增加一下 自己的属性值 魔法值多一点 各种乃自己的 两位兄弟 剑胜三个二的跳P 好的 这个矿 马上开好 大无敌啊 这里亡灵 过来侦查一下 小骷髅一看 这里好像有情况 土矿也去看一下 这里拉了四个小农民走 应该发现了 这方要偷矿 老牛踩一跤 这里六级的小鱼人 看有没有什么好的道具 出一出 冲生十字章 一个复活 来了 这里有冰龙啊 有冰龙 冰龙也可以头戴一个款热 来了来了来了 上来先沉默 小歪奶不出来 乌油猎头 一个一个倒下 这一波受阻会很伤 我们看一下 剑胜无敌交出来 看能不能杀DK 杀DK踩一脚 DK能不能杀好 再来一个妖术 这边DKDKDK DK倒下 哦 关键时刻 王林抓对方 结果DK死了 我们看一下 但DK死了之后 冰龙还能分款输出 小歪倒下 但是有复活 还可以再活一次 剑胜 被伤好了残废 哦 这里骷髅把这个英雄给围起来了 两个英雄都围起来了 又一个冰龙来了 冰龙倒下一个 又来了一个 牛头倒下 小歪也要倒下 这一波小规模团战 死了三个英雄 那剑胜不会死吧 剑胜残分效果终于消失了 本以为兽族要大反击了 杀了一下DK 没想到后面这个骷髅是越招越多 反而把兽族两个英雄给干掉了 那兽族怎么办 这个分框刚开好 死两个英雄 好 直接买活 所有的资源 全部透露到买活英雄了 我们看一下TBC TBC说 哎呦 大哥不在 慢慢复活吧 慢慢去练一练 有冰龙在 这个叔叔确实给力 巫妖 安排到手 亡灵这个装备 确实非常的一般啊 但兽族这个道具 真的是神装中的神装 接下来看一下兽族 还有几个点可以练 这个点还可以练 牛头 看有没有合适的道具 哇 又买了一个魁靴 牛叉 两个魁靴 到时候剑胜 两个魁靴的剑胜 你见过吗 好 我看一下 现在道具交换一下 这边亡灵 又开始派骷髅去 兽族家里骚扰了 兽族这个分框 赶紧踩赶紧踩啊 翻盘的话 就靠这个分框 还有剑胜的神装了 过来练一下 九姬的花钢盐 王林这边DK已经买活了 DK买活 我们看一下货 慢慢拆 有冰龙在 拆建筑 那是真的快啊 骷髅也是越招越多 怎么办 受阻 加班加点 已经开大无敌了 哇 这里打了个加12的公主啊 这个剑胜 我们看一下 53加41的输出 29加15 44的敏捷 哇 这个剑胜 有点逆天啊 剑胜非常的逆天 剑胜 我们看一下这一套神装 看能不能逆转未来 三本基地 马上被拆 靠分框了 分框这里要多补点商店 剑胜这个道具 好 继续去买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道具 可以买一买 好 道具先给小Y 剑胜的话 找机会回家 有没有机会去买一下 买一下这边药膏 商店还可以买一下 商店来得起 来不来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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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买了两个净化药水 哇 这一套相当的惊喜啊 买了两个净化药水 然后跑 这个时候亡灵59人口 受阻值也28人口了 亡灵 冰龙 这个狂热冰龙啊 这不是世界上 狂热 全部加狂热 全熔可热也来了 这里受阻 赶紧装备全部调整好 小Y 哇 奎旋 全部给剑胜 剑胜过来再买道具嘛 看一下 又没有什么其他的好道具了 这里换一下 三个剑胜 好 又买了一个灵巧头巾 智力继续提高 敏捷继续提高 这已经是48敏捷的剑胜了 哇 48敏捷 我的天哪 这一波就看剑胜 能不能逆天了啊 这个剑胜是我见过 最好装备的剑胜 该有的 都有了 这里亡灵部队非常的多 受阻 先用剑胜过来吸引 吸引一发C 吸引一个沉默 这个幻象 剑胜疯狂输出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杀一个乌腰乌腰乌腰 疯狂走位 牛头踩他一脚 剑胜身上 我们看一下 剑胜 小Y治疗波乃以后 小Y一身血 好 剑胜 332的跳皮 把小黑 斩落马下 那接下来要杀DK了 杀完DK估计就可以翻盘了 又是312的跳皮剑胜 这个输出 无疑又折磨 难一口 三英雄 看能不能把DK给打掉 哇 但是全员 三英雄全部上了残废 跑得太慢了 哇 王林这个法师太强了 DK到五级 D继续 带你转圈圈 带你转圈圈 DK冰甲套起来 然后给剑胜 继续上残废 一发C 哦呦 牛头又要倒下了 怎么办 小歪倒下 牛头也要倒下 现在没有治疗了 牛头看一下 哎呀 没有碰到 马上倒下 他靠剑胜一个人 剑胜一个人 没有蓝了 哇 打出机器 我们恭喜TBC 这一集是我见过 剑胜最好装备的 可惜遇见了他的克星 哇 骷髅法师 跟你上个残废 好我们恭喜TBC 喜欢奔赏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阅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